大家好,又是我Eli和大家玩這個超任版的龍珠RPG 上集就講到南美星 南美星的敵人很誇張 現在我的數值大約是這樣的 不犯有2000BP 比他爸爸厲害很多 天津飯有2300BP,但其實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要拆一會,你們再等一會 拆一拆 給大家看看我現在的成果 不犯有27LV,有12000BP 升了6倍 天津飯是慢過不犯很多 始終不犯是殺人,天賦異品骨格精奇 現在就想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因為有劇情觸發 就在上面 因為我太厲害了,因為卡片我用電腦幫我選擇 看,就自己不用選擇了 只有他自己亂用 哇,2隻2隻這麼厲害 讓大家看看敵人 你看到南美星還有陪職人 還有剛才有一個菲利的士兵 菲利的士兵,不要叫他戰士士兵 其實南美星的地圖是超級大 我會展示一下地圖給大家看 你看看戰鬥畫面都厲害了很多 因為現在我們的攻擊力強了,BP大了很多 所以戰鬥畫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電腦幫我用不犯用氣彈 為什麼用這麼便宜的絕招不用魔閃光 阿洛的頭髮 阿洛這麼大把頭髮 頭髮會比較厲害 餃子?這麼弱? 也有一個頭髮,小鐘頂沒有掉了 餃子 死了,完成 完成 我繼續向上飛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南美星的劇情 這裡就是菲利和他兩個手下 薩波和杜里安 如果我一下去就會觸發到劇情 我先飛回去座山上 因為卡通片我在座山觀察他們 其實大家不需要,打遊戲是不需要觀察 只不過我只是想展示卡通片的情況 降落 正常這裡應該不會觸發劇情 只好不犯,看不到眼就飛下去 因為現在杜里安在殘殺那美星人 還殺了小孩 又有劇情了 中間的就是菲利 左邊的杜里安,右邊就殺波 這個畫面跟卡通片真的很相似 道理用絕招 一次過殺兩個男美星人 是超級殘忍的 現在菲利其實正在跟村長說話 叫他把龍珠拿出來 村長說死都不讓你 所以已經招折殺身之鑊 這些藍美星人的攻擊力不是很高 道理安想殺天敵 不犯一腳踢走他 跟漫畫的故事真的很相似 現在道理安就追我了 很危險 現在進入一個Action的部分 我小時候試過吃光他的氣彈之後死 所以現在要小心一點,不要吃 氣彈不好吃 道理安那麼肥,其實也會飛得很快 不反而 被他追得很貼,很危險 如果我避得光,一下都不中 天敵就會送我一張大獎奧卡 所以一定要避光他 盡量要避光他 我記得我小時候苦練了很久 哎呀,差不多 如果種得多就會扣血 甚至死亡,所以小心點 在這個動畫中 是無限用了太陽拳 令到道理安暫時看不到的就走掉了 哎呀,我飛掉了 沒有吳凡的動畫 飛了很遠 所以我再加了一個同伴 就是天敵 讓大家看看天敵的能力 現在天敵有55血 它是1級,升到3級就可以幫助我們補血 讓大家看看地圖 看看南美星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在這裡降落 遇上飛利就是這個位置 逃跑了 避過了道理安 我們現在就去到這個角落 真的飛到無雷弓那麼遠 上面有兩個南美星人 盡量飛上去跟他們聊聊天 你認不認得剛剛這個洞 我地圖又展示過給大家看 地圖大到這樣真的容易迷路 這兩個人怕了我 走了 我繼續飛,不要躲 龍珠雷達也有幫助 因為 你現在還是要去找有龍珠的地方 我去到上面 我盡量不用快速飛行 但也遇到敵人 真是無聊 又是用隨機方法 他們電腦亂打 天津飯和吳飯的BP真的差很遠 天津飯真是真可憐 我總是覺得他很厲害 被小朋友追過了 如果其實 在上一回合 天津飯、樂、餃子等人死了 在南美星就用不到他們 在漫畫上就會去界王修煉 我經常在想他們有沒有練到界王拳 勇氣、運動等 但又不見他們用 應該就不能練習 加上因為 界王有10倍重力 我覺得餃子 都應該修煉得很厲害才是 不過餃子是一個很弱的人 差不多了 到餃子 剛剛提起你 不好意思 我說你弱 頭脆 真的很可愛 真的 天津飯又升了 繼續飛吧 又有敵人 又走路 所以說這遊戲很麻煩 也浪費很多時間去玩 先看一顆珠在哪 一顆珠在頭頂 這麼久 到了沒有? 看到了 這兩個藍美星人 一定要跟他聊天 加上你可以收他為隊友 他就給我們寶館 覺得我們很正義 我經常忘記賣卡 我的卡都滿了 而且真的很少位 我要 大掌路卡 剛才我說天敵送給我那張 我用了裝置 不要理了 我就會多一個位置放龍珠卡 讓大家看看我把龍珠卡 二星珠 在南美星的龍珠很大顆 大過地球很多倍 之後我就會去這裡 去修煉一些電影 第一集就說過一下 要連按A 很累 很累 最多可以加到5的氣 都很花好用 因為這裡和回復血的地方是很近 所以 就一定在這裡修煉比較好 南美星回復血的地方是 有這個回復裝置 這個就像飛利的裝置一樣 看看多有特色 做完一大堆的東西 之後你可以去這個位置 又是一條爛村 去最頂的房子 調查一下左邊最上的罐仔 又可以收拾一個隊員 跟天敵差不多大的南美星人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在山洞裡可以收拾龍珠 我當然是馬上去收拾龍珠 剛剛好 我又打開龍珠雷達看看 他說的山洞就是在下方 所以其實都不會迷路 很近 這裡 進去 進去 進去後 有很多敵人 還有很多東西 收拾 首先 看看 下面 會看到有 藥圓物體 下一個才是調查 可以收拾到一些卡片 也測試一下敵人是怎樣的樣子 有什麼敵人在裡面 敵人的數值都很高 2400 2700 2200 2200 我試一下用一招很厲害的絕招 給大家看看 無限的第一招絕招 是可以打完全部敵人 你看 其實這招在卡通片出過 無限有8000多BP 應該可以打死他們 最後一招 他們的Z防禦也沒有用 應該死了 最後一招 打完他就完成了 完成 我也準備了一張地圖給大家看看 進口是這裡 龍珠就是這裡 大家到這裡就要小心 我也有一個人中招 喂 就是這些石頭 糟糕,糟糕 哎呀,走不及 你的意思是戰士這麼厲害 飛來也不怕石頭 真是很無契 看看 你又不犯了204圈 糟糕 糟糕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知道嗎 為什麼糟糕了沒有 沒有了 OK 現在就走左走右 隨便吧 兩邊都是一樣 其實在南美星搶龍珠很刺激 所以我很喜歡看南美星這個故事 龍珠就在上面 看到了 整個龍珠沒有人收拾 那我就拿了 這裡是出口 不過很奇怪 出口和入口的洞 那個位置其實是分同一道 一出來就看到一個菲利的手下 喬伊 他實力也很強 所以我就要用一些特別的東西 戒王卡 將不反昇到16000 他就有18000 我就用最近那招絕招 之後 要天津飯補回四身拳 我上次展示過給大家看那個四身拳 上次我說錯了 原來看他的招不是四身拳 氣功炮 現在我用這招才是四身拳氣功炮 不同的樣子 三角形手勢 這樣才是氣功炮 沒有一個氣彈 無故爆炸 要用Z卡就可以了 還要補上頭鎚 三隻眼的頭鎚 扣26 不反有16000BP 加上網閃光 不知道打不打死他 然後他呢 Z卡 他的防禦是2 真的很弱 我擺了屈他的機 搞定 真是陰光 他動都動不到 在漫畫來說 其實是比達打死他 不過不要緊 我們打死他 我們拿經驗值 升起來很開心 現在就通知我們要回到太空船 因為有些突發事件發生 這個太空船大家都認得 一開始那裡 我下去檢查一下 喂,沒什麼反應 我繼續走 又走不到進去太空船 哎呀,終於有了 以為拋了,嚇死我 這個道理安 追到我們 來搞破壞 他炸了我們的太空船 哎呀,真可憐 那怎麼辦呢 還要跟道理安對戰 現在就 看看 22,000 我就用這張卡片 比達卡 可以召喚比達過來幫忙 其實在故事裡面都是由比達打這個道理安 之後我當然有用那招 又用戒王卡 打落下不犯到 看看這次升多少 17,000 但是我的卡很廢 我用一張 Z卡 因為我不敢用其他 其他Z戰士只有10,000BP 我怕被道理安一拳打死 真的沒有守寶 不犯很威猛 不過扣的都是16 Z卡也是扣的16 怎麼搞的 大家留意一下 比達的BP是24,000 我看回這些資料 其實真的 他跟回漫畫劇情 這一刻的比達是有24,000BP 所以其實以前的遊戲製作是非常非常認真 以及跟回原著 我看見 你只看見道理安的樣子都是這樣 你便知道 畫得很像 我還記得 現在比特打的道理是滑滑有餘地打死他 繼續用不煩,兩星的Bit 都沒辦法了,誰叫你的卡這麼弱 他們是要一隻抽,道理也是要打比特 你不要打死他 不要死,比特避光了 幸好 殺人王子真厲害 其實如果沒有這張卡,真的很難打 除非你不斷儲等級 但你想想,我打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算不犯,只有1萬多BP 幾時升到2萬,真的很累 希望扣他多一點 60多 幸好還有一個頭鎚 不過他太胖了,撞不應 只有19 他沒有刷牙,快點避開他 我很害怕不會死吧 吃了 臭口蛋 只能做到8萬多BP 只要1萬多BP 只要2萬多BP 就是1萬多BP 沒辦法 也要按照用吧 其他真的不敢出 有沒有搞錯 三星卡這麼快可以打 不知道扣了多少 48,我有沒有投槌 哎呀,差一個投槌 彼達真的 幫手都是放鬆的,卡都很弱 又是多一張一星卡,有沒有搞錯 好 再打 那我用這張吧 都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是不是很慘 嚇到這樣 弄多東西,弄多東西 真的 不知道撞不撞死 怎麼搞錯 這麼少 哈哈 他還要打全體 即是打貝達 咦,貝達 為什麼是拳腳 做個氣彈來看看 真的有 可惜被過了 應該打完這次贏了,還有一張多星的卡 怎樣 不行 不犯 打死肥子 撞死肥子 撞死肥子 搞定 三千經驗值 很高 不犯 全體升級 簡直 全體升級 那 打死了 杜里安 就過了這一板 順順地來 裝置沒事 之後 就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是 做一間屋 站住 現在的畫面應該就是 是孫悟空的太空船 裡面 裝置的爸爸幫孫悟空做了一個重力裝置 是用來修煉用的 飛去南美星之前 就狂修煉 太空船內部就是這樣 之前不是玩過孫悟空在界王上修煉 今次就是玩孫悟空在太空船上修煉 差不多了,玩了很久 休息一下 留下集再跟大家玩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